娱乐周到无需客套 大家好我是小鲤鱼 近日媒体爆出猛料称 当年宏记一时的歌星刘文正在美国去世 从29岁隐退至今 70岁的刘文正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 但这次弄不好是真的 因为连其情同手足的好友夏玉顺也破肝紧张 我们已经三个月没有联系 连他妈妈也一同持续联系 很多年来不少人都在苦苦追寻刘文正的消息 包括罗大佑 他也曾公开表示想念刘文正 希望他回个电话 前日刘文正好友夏玉顺称 以前我常打给刘文正 他会说我又死了 不过此回夏玉顺也觉诡异 近期我一直打给刘文正 他电话一直接不通 之前他平均三个月至半年就换电话 所以我没在意 因为平常遇此情况 我只要打给远在美国的刘妈妈 就能与他再联络上 但这次连刘妈妈也一起失去联系 我已经焦急了一段时间 据悉 之前曾有演出商开出白场约6.5亿人民币的价格 请他付出演唱 刘文正也不为所动 据悉为了满足粉丝的好奇 狗仔队今日甚至买到刘文正美国住家地址 准备去偷拍刘文正 1991年 刘文正选择在自己最当红的时候 退出了娱乐圈 童年移居美国 或许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并不熟悉 但他的代表作《乡间的小鹿》 《外婆的澎湖安等》 你一定听过 男学刘文正 女学邓丽君 刘文正作为红极一时 与邓丽君齐名的台湾男歌手 绝对算是一代人心中无可替代的偶像情人 但他就这样 突然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 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没有人知道他的行踪 刘文正的突然离开 令大家十分惊讶 不止影迷 连一众好友都十分不解 不清楚他的去向 罗大佑曾通过媒体向刘文正喊话 如果有人见到刘文正 请帮我带话给他 罗大佑很想他 想念他的不止罗大佑 还有媒体和众多影迷 大家纷纷寻找各种线索 想要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知道他的动向 甚至有人开出百万的价格 只为获得一点刘文正的消息 哪怕只是一张近照 可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没有结果 刘文正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没有留下一丝踪迹 令广大影迷十分遗憾 对于他的突然消失 多年来众说纷纭 有人猜测他已经去世 不然不会音信全无 有人说他追求完美 因为现在身材有些走行 为了将最美好的形象留给大家 所以不再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 还有一种说法 是因为和费翔的绯闻 他怕大众无法接受 所以选择离开娱乐圈 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刘文正和费翔 同为台湾出道的两大美男 两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属于同本师兄弟 刘文正事业处于巅峰的时候 费翔才刚刚出道 因此刘文正对他颇有照顾 两人也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但对于他们的友谊 有媒体不怀好意 按指两人都是同性恋 并且正在交往 对于这些报道 当事人费翔觉得莫名其妙 不知道这种说法从何而来 简直太无语 不知该如何回应 最终他站出来 否认了这些捕风捉影的传闻 澄清了两人的关系 并明确告诉媒体 绝对不存在这样的事情 作为刘文正的好朋友 费翔同时也向媒体透露 网络上关于刘文正的猜测 全都是无中生有 他没有趣事 身材也没有走形 依然十分英俊帅气 他现在过得很好 自己和他经常通电话 希望大家不要打扰他 让他如愿过平静的生活 这些话给了一直 惦念刘文正的歌迷 一丝希望 知道偶像还健在 而且过得很好 那就足够了 既然不能相见 那就远远怀念 在心里默默为偶像祝福吧 刘文正作为当红歌星 在演艺圈多细发展 形象出众 才华横溢 按理说 生命应该是美女环绕 桃花不断的 可他却一如自己清秀的外表 拒绝了那些 伪在身边的阴阴艳艳 选择了单纯的情感生活 一直致力于自己热爱的音乐 所有媒体问他 有没有女朋友 刘文正坦言 自己已经两年没有私生活了 最近一直在忙演唱会 有好消息的话 会告诉各位朋友 但媒体穷追不舍 继续问他 喜欢哪种类型的女孩子 只见刘文正思考了一下 说比较喜欢阳光的 有思想乐观的女孩 或许这种女孩 与他的性格类似 比较合得来 其实在娱乐圈发展多年 刘文正身边不乏这种女孩 但不知为什么 最终都没有和她走到一起 刘文正曾向媒体透露 她的初恋发生在中学时代 当时十分懵懂 所以没什么结果 后来谈过一位圈外女友 在美国读书 刘文正没有告诉太多人 因为不想太多人 打扰她的生活 不过后来两人聚少了一多 最终也没有携手白头 对于婚姻 刘文正看得很淡然 她觉得婚姻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 我始终认为婚姻没多大意思 二人结合 然后生个小孩 就开始背上加累 一切就顺其自然吧 虽然刘文正对待感情和婚姻 云淡风轻 但才华横溢 优秀帅气的她 魅力四射吸引了众多优秀的女性 现在的著名导演张爱佳 作为刘文正的多年好友 当年对她也是一往情深 在高中时 人因为演出而相识 刘文正当时是乐乐的主唱 年轻帅气 意气风发 瞬间吸引了张爱佳的注意 而那时的张爱佳 甜美清纯 长相出众 是当时圣女高中的校花级人物 被校花看上 按理说是很荣幸的事情 而且张爱佳放下了女生的矜持 主动向刘文正示好 照这样的情况发展 两人走到一起 自然是水到渠成的 但那天 张爱佳主动约刘文正出去玩 两人单独相处时 刘文正由于过于紧张 结结巴巴 竟然说不出话来 场面相当逗趣 后来便没有了下文 两人最终没有发展为恋人 对于这段亲自往事 后来刘文正谈笑风声 开玩笑说 都怪张爱佳长得太美了 让自己太紧张了 而张爱佳说 当年自己太爱她了 眼神都在对她放电 她却假装不知道 看似玩笑 其实就是当时的事实 没做成恋人 后来两人成为了亲密无间 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与刘文正一同合作过的甜妞 当时也对她一往情深 那时甜妞大方的对刘文正 表示了好感 有机会就约她一起外出吃饭游玩 面对甜妞的示好 刘文正也没有拒绝 和她相处得十分融洽 后来再提到甜妞时 刘文正对媒体说 搭信的女心很多 但只和甜妞在一起不别扭 她们之间的交往 连甜妞的母亲都知道了 甚至表示 只要刘文正同意 作为父母 她们绝对不会反对 本来大家都十分看好她们两人 但可能是缘分没倒 最后还是遗憾收场 刘文正无法接受 两人之间六岁的年龄差 觉得无法跨越这道鸿沟 所以没有开始这段感情 刘文正对待感情谨慎认真 守护着自己也尊重对方 不愿意随便开始 也不愿意辜负一个 钟情于自己的女子 而和费祥的绯闻 即便刘文正退出歌坛 彻底隐居后 关于她和费祥 关系暧昧不清的传闻 一刻也没有销定过 更有好事的媒体 把刘文正和费祥 跟其他人的合照 恶意批图放在一起 造谣他们已经在美国同居 一向温文艾雅的费祥 对此很生气 公开做了表态 说 第一 刘文正是我进入歌坛时的前辈 也是我非常尊重和欣赏的艺人 第二 我和刘文正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我们一直有联系 他退出是因为对歌坛厌倦了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选择 跟别人没有关系 2月15号 外媒方面传来了歌手刘文正离世的消息 据台媒透露 刘文正是在去年生日 还没有过完就离世 享年七十岁 从各方面证实下来的消息来看 刘文正是在2022年11月12号 因心肌梗塞 病逝于美国 享年七十岁 经纪人夏玉顺 证实了该消息 经纪人夏玉顺并没有透露 刘文正离世的太多细节 只是透露他非常平静地走完了属于他的一生 最后时刻也没有被外界打扰到 不过台媒方面 致电给了刘文正的生前老朋友杨耀东 从杨耀东方面 获得了一些关于刘文正离世前的最后动态 杨耀东透露 自己住在邻近刘文正的社区 在去年疫情严重之前 还有与刘文正联系 当时的他状态就已经不太好了 见面的时候他还很开心 没有像媒体所传的他长胖 没有那么夸张 只是当时的他个性还是很低调 不想大家过多地打扰到他的生活 他希望过自在的生活 被问到他新梗突发前有没有治疗过的时候 杨耀东表示 这是他的老毛病 很难预测到的 突然发生的事情 没办法控制得了 在去年的2022 夏日明歌嘉年华演唱会上 杨耀东还提到了自己和老友 刘文正年轻时候的经历 他当时还笑着声称 有机会一定要请刘文正回台北 一起见见大家 但谁能想到 在三个月之后 刘文正因心梗离开了大家 经纪人夏玉顺透露 以前每个月我们都有联系 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两年前 去年的12月 有一天我感觉心里非常不舒服 于是打电话给刘文正的家人 才知道他已经离开的事情 家里看到他的照片 非常难过 我真的很想念他 曾经的男神十祖 对整个月谈的影响 实在是太大了 一路走好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